我感觉你那应该先住 你老了刚才那好几个人 一个人第六三十代了 我这还站在板门上 前面挪过了后面很浓 今天到了咱们李苍这边的酸和之路 被约为李苍那边的什么第几路 我不知道啊 数一数二的路 很牛津 还必须要排队过来吃一个 排队在里面动了二十多分钟 排队的人很多 所以说这个兄弟啊 你看怎么不容易啊 你看啊 它是没气的 哇 这是真是人工了 我现在室内很少这种 你做卤卜了 这是花卜的 一共四口锅 一口锅做二十八个 我都给你们探花肉了 你这个弄不好吃吗 这么多人在这 堵着 爆汁 大卤卜 这比一般地方卤卜大 两块五的价格很合适 我要的是韭菜肉的 还有白菜肉的韭菜鸡蛋虾仁的 也卖完了 韭菜肉才是卤卜当上经理 老板在里面守着四个锅 用这个火锅 一个锅二十八个卤卜 人家就是挺慢的 但是慢工出细火 这个东西真是好吃 里面是个大肉块 我觉得都是用那种什么烧口价先腌制了 然后再做成卤卜 你打开一扇吧 这个卤卜绝对得鲜 什么叫鲜哈 这酒干这个鲜劲 这家伙吧 在里面做卤卜这个家伙吧 肯定很有经验 然后吧 这个卤卜要出锅的时候吧 绝对是不能等着这个韭菜 完全熟了 要是完全熟了吧 这锅 等它一个半生的时候 端上呢 热的时候你再吃着 能吃出个韭菜的鲜性 火锅卤卜的这个嘎嘎 卷子好像老是应该大一些似的 我估计它的一锅 二十八个 肯定放的满满当当的 看到吗 它这个卤卜够我们个大份的成功了 完全可以跟我前面吃过的那个纸杂卤卜 那个纸杂卜卜3块5 那个小一点 它这个是这个韭菜肉这个卤卜吧 是2块5 这个大一些 赶紧准备好排队 它家这个卤卜没有20分钟半个小时吧 你排不上 你再来的早了没用啊 人家早上起来9点什么 我跟你说 就让它这个老咸菜啊 这个老咸菜的这个拌的这个汁呢 很像咱们经常吃的那些什么 小海鲜的那种拌料的那个味道啊 人家拌这个咸菜一点都不咸 真是不马虎 免费的 看这个西饭还行啊 看这个挂双米 一碗两块 第二碗一块啊 第二碗半价 给它那个讨名圣诞仪的活动是一个活动 他这个卤卜在李仓一带还是很有名的 群众基础很浓 人家就没有大蒜 没有大蒜这个事你不理解 我这也没有大蒜吗 呼吁一下要他们上个大蒜啊 等我大蒜就这样干出来了啊 但是吃的太饱了 第二碗洗饭板酱的这个游会在那里 讲出来的 嘿嘿嘿嘿嘿